当前这种情形,李长寿早有推演到,且此事发生的时间点,比李长寿预料的,要晚了许多。 暗中挑拨结教仙人,对付人教背景的南海海神,这并不算什么高明的谋略,反而更像是对策,也证明西方教开始正视,他这个海神对龙族之事的影响。 趁着结教问罪,六仙还没到,李长寿用鲜石扫了眼小穷蜂各处,也不知道今日种下的果,来年会不会多个小时输什么的。 这,折腾了这么久,闷骚富贵和傲娇士族的道律故事,总算也是安稳了下来。 李长寿充分体会到了,这种非普通性格搞道律,是何等的麻烦,何等的困难。 这还是,两位老,神仙眷侣,有几千年的感情基础,而且最后小氏族果断平推,罢了,不提也罢。 算计这事,还不如跟西方教斗智斗勇,跟玉帝表面君臣,与龙族称兄道弟,来得轻松。 顺便,借着这些事,还能量一良,自己的良心到底值多少功德。 那六位结教仙人,到了安水城南一百多里。 这老神仙皮的指道人,站起身来,端着浮沉,道一句。 封庙,迎贵客。 后堂之外,立刻有神使应答,跑动。 大庙半个时辰前,就已停止接待香客,此时只是将逗留的香客请出去。 随后,这一群壮汉列在后堂之外,一个个散发着凶煞气息。 像赵大爷这样的洪荒教计有人来了,这里有好酒好茶。 像这六位素未谋面,前来兴师问罪的仙人来了。 这里,有一群壁上能跑马的壮汉,都严肃点。 门外,守着的雄寨乌人们几声呼喝笑闹。 海神庙中,顿时充满了欢快的肌肉气息。 那六位结教仙人已出现在了空中。 李长寿驾云而起,主动上迎,这句话声面带微笑,十分慈祥,给人一种饱经沧桑,凡是看淡之感。 自然,这里不是凡是看淡,不服恋恋,而是一种凡是看淡,不争不夺的意见。 这也是一层伪装色,凭借这句话声,给对方一种南海海神,就是一位老者,的最初印象,掩护自己本体。 李长寿到了空中,这六人对视一眼,一名身着浅黄短裙的少女,主动向前迈出半步,站在其他五人身前。 显然,她是能主视者。 这少女面容字不用多说,能修到精仙镜,除非是有什么特殊喜好,大多都是花容月貌。 让人眼前一亮的,其实是这少女的装扮,有别于大部分的女恋气势。 短裙,布靴,手花,手练,长发扎成了两只小笼包,给人一种年岁不大质感,但从她身上散发出的微压。 实打实的精仙,还非自驾空虚掌门技无忧那般的普通精仙,她倒也算有礼数,皱眉道,道友便是南海海神。 是我,李长寿含笑点头,我已知各位道友所来为何,还请与我去庙内一叙,且听我解释几句。 此地毕竟是俗事,惊吓到凡人总归是不好的。 这精仙镜少女眨眨眼,突然指着一如往昔热闹的海神庙附近街巷。 他们像是被吓到了吗? 李长寿扭头看去,只见各处凡人该干嘛的干嘛,也就几个孩童和小部分远道而来的相克,会仰头看着空中的情形。 对于海神庙经常光顾仙人之事,安水城的人们早已是见怪不怪。 李长寿尴尬一笑,言道,始终是不太妥当。 哼,这少女嘴角一瞥,依我看,倒有你心底有鬼才是。 你既知道我们来此地是为何,那我且问你一句,你是否算计了我结交外门大弟子? 李长寿皱眉道,道有何出此言? 你我不如先去那后堂,有些话不好在此之说。 既然心里没鬼,为何非要躲起来言说? 这少女略微皱眉,盯着李长寿的双眼,你肯定是算计了功名师兄。 李长寿? 只有这个,他胆发重视,当日确实是赵功名自己跳进来坑里面来的。 他本来只是想说服黄龙真人,谁知道赵功名如此古道热肠,心潮澎湃, 喊着三教一家亲直接冲到了坑底,还躺下了。 但此时,李长寿只能先将对方忽悠下去再说,在这里说话,当真容易暴露一些讯息。 李长寿道,道有说我算计了功名前辈,可有物证,人证。 少女有些不解,物证人证是什么?就是证明此事的人或者事物。 我听岛上之人都这般说,这自然是做不了价的。 这黄群少女挺胸抬头,倒是意外的挺富有,冷然道,总不能有人捕风捉影,算计你一个香火夜神。 西方教与我结教都是天地间的大教,你又是哪般跟脚? 听闻此言,李长寿并未恼怒,甚至,还有点想笑。 对方能这么说,说明自己的潜藏伪装,还算及格。 而且对方这句话,已经暴露了太多信息。 这六位仙人,应该就是金凹岛被煽动的吃瓜群众,连南海海神教与人教的关联都不知,就急匆匆赶来兴师问罪。 这种人,通常意义上来讲,不难忽悠。 但苍蝇薄兔游尽全力,李长寿自不会流利,流情。 李长寿笑道,论跟脚,我也算人教中人,各位若不知此事,不如先去各处打探一番。 你是人教中人? 李长寿笑而不语,自身流转少许道运,这几名结教仙人的面色顿时有了少许变化。 五味精,与太清道寒,本就是一脉相承, 前者是单纯功法,后者除却修行之法,还有诸多圣人道论。 论价值,自然是大法师所赠的太清道寒,更珍贵。 李长寿此时所展露的,就是太清道寒,修出的一点道运,这也算是自己人教弟子的证明。 那黄群少女略微皱眉。 一旁,有位中年男人拱手笑道, 此前是我们有些冒失,不知道有野士道门一脉,还请道有物多见怪。 李长寿温和地笑着,各位此时可否入内相谈了? 自然,黄群少女哼了声,哪怕你是人教中人,若是真的算计了功名师兄,我定不会饶过你。 嗯?怎么是这般口吻? 李长寿好奇地打量了这性子有些蛮横的少女极眼,莫非,可能,大概,这是赵大爷的情缘缘? 一想到赵大爷那英俊魁梧,续着胡须的模样,再看这位少女。 啊,洪荒吗?早已见怪不怪。 李长寿转身做了个请的手势,一扫浮沉,带着六人朝着下方落去。 两旁列着的神使壮汉同时抱拳行礼,动作整齐滑衣,颇有威势。 经熬倒六仙各自皱眉,其他五人都跟在黄衣少女身后,一同入了后堂。 进了他海神轿的门,那事情就好办多了。 前方引路的李长寿轻轻一甩浮沉,几人目光顺着浮沉间,就落在了那张山水画上。 他们都是结教弟子,那黄衣少女还听过数次圣人讲道,此刻翘脸上露出几分震惊的神色。 不止黄衣少女,其他五人也察觉到了这山水画中所运建议,以及那都算熟悉的大道落痕。 这是,六仙对视一眼,都看到了其余五人眼底的忌惮。 那黄衣少女轻轻皱眉,却是直接问道, 你这里,为何会有我家圣人老爷的话作? 李长寿淡定的一笑,言道,一位好友所赠。 结教六仙顿时浮想连篇,李长寿笑道,各位道友还请入座。 想要问的是,我自会详细与各位言说。 也请各位道友,将此事说给金敖岛上的诸位道友听闻,莫要再起这般误会了。 这结教六仙也没说什么,各自在两旁入座。 那黄衣少女问道,这是一场误会? 自然是误会,李长寿笑了笑。 咱们聊这个之前,不如先互相通下名号。 我是人教中人,现如今靠着海神教混些香火功德,道号,长庚。 原来是长庚道友,一人习惯性地拱手寒暄,却被那黄衣少女瞪了一眼,只能信心地点头。 六仙各作介绍,那黄衣少女虽未开口,却有旁人替她言说。 这位是我们金敖岛上十天君,号金光圣母。 金光圣母,就这个有些蛮横的少女。 李长寿心底一叹。 怎么,又跑来了个风神大劫苦主,未来的天庭正神。 金光圣母乃十天君之列,是秦婉秦天君的异媚,并非那位神通强悍的四大门内弟子,金灵圣母。 李长寿对这个金光圣母,印象倒也算比较深刻。 她在风神大劫中,下场凄惨,跟着十天君其他九位布下了十绝阵,成了铲教十二金仙的陪衬,被圣母杀手广成子用翻天印砸了天灵带,香消玉玉。 不过话说回来,劫教怎么都喜欢自称圣母,圣母,圣娘多朴实。 而且,李长寿笑道,原来是金光前辈,师尽师尽。 将金光两个字单拿出来,着实与她这般玲珑有致的少女形象严重不疲。 哼!这黄衣少女,也就是金光圣母嘴角一撇,莫要以为认识我们结教高人,就可算计我们功名师兄。 你且说正事,我且来听,若你胆敢有半分虚假,今日我定要拆了你这海神庙。 好,李长寿缓缓点头,开始了今日份的语言艺术的古典复兴。 李长寿开口问道,各位跟功名前辈,可算熟悉,其他五人各自哑伙。 只有金光圣母淡然道,自然熟悉,我与功名师兄相交,已有一个园会。 我刚入金敖岛时,便得师兄百般关照。 那几位,又如何自证,是结教仙人的身份? 李长寿立刻补充道,几位莫要误会,我所要说之事,乃功名道友之命。 各位不妨以自身名号立个大道誓言,只要能证明自己是结教之先,我自会将能说的,都说给各位。 立就立,还怕你不成。 金光圣母倒是先站了出来,抬手立下大道誓言,说自己若非金敖岛十天君之金光,愿受紫霄神雷。 其他几人纷纷效仿,都自证了结教仙人的身份。 待他们立完誓言,李长寿缓缓叹的口气,言道,各位觉得,功名前辈,是愚笨,还是睿智? 自然是睿智。 金光圣母立刻道,你这人怎能说话,功名师兄一搏云天,谁人不知,他对我们百般关照,又是那般聪锐之人。 既然如此,各位何以觉得,我能算计得了功名前辈? 李长寿反问一句,金光圣母眨眨眼,觉得这话说的,还挺有道理。 唉,既然各位问,那我就将此事之经过,与几位详细言说一番。 李长寿叹了口气,当下开始分享自己现场加工的小故事。 画自海神功名初相识,又致功名与西方教的恩恩怨怨,再说自己此前曾未劝功名前辈,不惜前往三仙岛,请云霄仙子出手之事。 深夜时,结叫六人满脸愧疚的,自海神教后院驾云而起。 临走之前,原本有些蛮横的金光圣母,更是抿着嘴唇,连连对李长寿做到医,口中不断说着。 是我之前错怪了长庚道友,插切中了旁人的算计,长庚道友,还请多多见谅。 若是因为我们坏了功名师兄的机缘,当真不知。 长庚道友,些许礼物了表敬意,还请继续多为我们功名师兄出谋划策。 李长寿则是含笑点头,目送他们驾云离开此地,也未收六人的送礼。 待金光圣母飞远,李长寿方才轻轻松了口气。 从金光圣母今日的表现来看,这应该是赵大爷的一位金仙境小迷妹,而且还是心中仰慕已久,却不敢吐露心意的那种。 赵公明前辈应该对道旅之事不感兴趣,金光圣母也只能将这份仰慕放在心底。 李长寿仔细回想着,自己此前所说的那些故事内容,其实并无蒙骗, 只是有些部分做了模糊处理,没暴露半分有关龙族的算计。 也不知,后面还有没有结叫仙人前来问罪? 若是总来烦扰,当真也会牵扯我太多精力。 李长寿喃喃一声,轻轻叹了口气,刚要施展土顿顿走, 突听身后传来一声熟悉的温柔的嗓音。 道友,你就不打算回身看看吗? 友谊说一,这嗓音李长寿自然能听出是谁, 而且见到对方心底也有些小愉悦。 但这神出鬼没,自己先是毫无察觉的情形下, 突然就是开口如此道一句。 小穷风地下密室中,李长寿的本体含毛直竖, 差点就自扬了那句指道人。 230分钟,李长寿走丝on,李扒心凉点价, 又鸦方案就你让他没有夫妙去记录。